大家好,我是老婆西姑,我叫孙 谢谢大家看我们 你好,我是老婆西姑,我叫孙 大家好,我是何草大叔 现在我们要出发了 来老乡阿世家的大院子里面 挖一点土回去种花 种菜 因为我们家附近那里都是那个黄泥土 种不了东西 所以来老乡阿世家 挖一点土回去 我也是作为导演啊 来看两个女演员干活 看一下老乡媳妇 滑潘农村出来的女孩子就是不一样 能下厨房 能上厅堂 能上厅堂 能洗衣服拖地 还会拿厨头 我 不带她回中国乡下干农活 就是浪费人才了 我先拍她干一下活 然后我感觉还是要我这个乡下大叔来出马 老乡们别看我受不垃圾的 我这个工地大叔干起活来也是港港的 还把我们的女儿带过来 有女儿在旁边怎么干活呢 这就有点不够专业了 看老乡媳妇 看老乡媳妇 一厨一厨的挖地 然后刚刚也是忘记拿那个铲出来了 再来四家 找到一个没有没有手柄的一个铲 小姨子去铲泥咯 姐姐挖地你铲泥咯 去放泥 小姨子去放泥 是吧 有个人指挥 有领导指挥干活就是不一样 是吧 效率就出来了嘛 要不然他们自己都不会分工 老乡媳妇 加油 加油 Amy 去帮妈妈干活 我们的小女儿也是在这里做监工 看我们的小女儿 又要跑去捣乱了 看这个小监工 拿了两个桶 一个手皮带 还有人家弃房子 那个桶也拿出来了 装土回去 其实这个土 我看这个土也不是很好呢 这个是沙土啊 这个沙土能种东西吗 我干了四分钟了 才搞了半桶土 你看我们的女儿都有意见了 说妈妈 还有小姨子干活不利啊 我们的女儿都有意见了 在这里骂骂嘞嘞 看我们的女儿在这里骂嘞嘞 老沃媳妇也是在 好像也是有气没力的样子呢 我还是不拍摄了 我还是下去帮忙干活了 干一点小活 还是要我这个大导演来出马 还是要我这个大导演来出马 好了拍摄 先暂停工地大导演 要出马帮忙干活了 要不然晚上得贵榴莲了 放好摄像头了 拍拍好了没有 拍好了 摆好姿势领导要干活了 靠我这个大导演 来两个小女生 对吧 大导演干活港港的 拍好了 拍好了 我要休息了 放你们来了 在我的努力下 现在已经装好了两桶 半蛇皮带的土了 小姨子还在把我刚刚除了土 一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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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放放在桶里 我要继续去干活了 装了三桶 然后 拌蛇皮袋的土 不装了 再装蛇皮袋 等一下 抬不动了 然后给老沃媳妇一个 特写 包奖一下他 勤劳的老沃媳妇 然后现在我们去把车 开过来 装车 看一下看一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 错过过后又要难过了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开路虎来 来拉土 是吧 装了三大桶 这个跟老沃领导 去视察工地 有啥区别 哦你们两个干活麻利麻利的 装好哦 被搞账了我的路虎哦 这个车很贵的 搞账了你们要赔的 回去要洗车的 哦用力用力 小意思 好了我们装车拉泥回去的 跟大家 跟老乡朋友们开了一个玩笑 我们家里面是 我们家里面是附近的泥土啊 种不了东西啊 然后来老窝 来老乡阿世家 拉一点这个土 这个是老乡阿世的丈母娘 还有他的大胖儿子 看一下 老乡阿世的大胖儿子 然后他也是娶了一个年轻的老窝媳妇 装车完毕 我们现在要打到回府了 现在我们也是 把三桶 一石皮带的土 拉回到我们家里面了 现在是丈母娘 还有小姨子 然后再把这个泥土 拿去 倒进我们的那个 种花的 种花种草的那个 沟沟里面 两个人还抬不动吗 半手皮带 丈母娘出手就是不一样啊 小姨子 还有带磨练 力气还是不行 还是丈母娘厉害 姜还是老的辣 小姨子抬不动了 还说是从小干活 长大的孩子 还是缺少一点锻炼 现在要把土 倒进这个 沟里面 然后再种点花 啥的 这里再改造一下 等改造好了 再发给老乡朋友们看一下 现在这里因为我们的围墙 还有房子都是刚刚搞好的 还是得靠自己慢慢来改造改造的 一下子叫人家全部弄好的话 开销也是 所以没必要 花这个开销 第二桶泥到了 也是 谢谢老乡朋友们的关注 还有支持 还有鼓励 谢谢大家了 这集的视频也是做到这里了 然后请大家期待 我们这个小院子 种一点植物立化之后的样子 刚刚我们去拉回来的泥土还是不够啊 还是得在附近再挖一点这个黄泥倒进去 就是靠自己一家人一点一点的改造绿化我们的院子 也是不容易啊 小姨子和郑文娘也是一桶一桶的把这个泥给挖到这个沟沟里面 里面去